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到圣堂里面去往弥撒 奶奶说 当然咯 孙子又问 奶奶 那么你这个上个星期的主日的福音念的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奶奶说 哎呀 我这个主日的福音非常精彩 我很喜欢 但是我年纪大了 记不起来了 那么小孙子又问 奶奶 那那神父讲道理讲的是什么 奶奶说 这个神父讲道理跟我们的生活都很有联系 但是我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所以我也记不起来了 所以孙子问奶奶说 你既然什么都没有得到 为什么还要到圣堂里面去啊 结果奶奶这个时候脸色就引述起来了 她说 来 你跟我到厨房里面去 她到了厨房里面去 奶奶拿了一个坐姿坐的篮子 叫小孙子到湖里面去打水 这个孙子讲 哎呀 你不要开玩笑了 坐姿坐的篮子怎么可以去打水啊 奶奶讲 你一定要去 因为我有事情要 有话要跟你讲 结果孙子到府里面去 闹了水以后 垂头上去的滴滴答答的垃水再拿进来 奶奶 你看 我不是跟你讲的嘛 这个水多乐光了嘛 结果奶奶跟她讲 你看 这个篮子不是干净的多了嘛 如果你永远不去教堂 一定会得不到好的东西的 如果你常常去的话 总是会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得到的 这个就是今天福音上面讲的 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 他晚上睡觉 种子在发养生长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去发养生长的 做大家平安愉快 一会儿我们不开心 这个是不一天的 尚船的这个空间 那是差不多了嘛 空间的装运行 这一切小时的地方 对那一切太好了 为什么这个呢 我一直在这边 别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这就不想去做好 我那我们总是不想去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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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